今天下午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 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海南正式开幕了 那说到中国的空间探索与创新 这些年我们都看到了 嫦娥揽月 天问探火 西河逐日 空间站寻天 那么未来我国的深空探测将会走向何方 月球科研站什么时候能够建成 具体长什么样呢 日前我们独家专访了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 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2022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 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 马上就要在海南召开了 这会的名字有点长啊 究竟是干什么的 另外我猜大家跟我一样都特别好奇 中国的探月工程都进行到了哪一步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月球上 建起科研基地呢 所以今天我就约了 中国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 一起来聊一聊 福仁院士好 周六还在忙工作 欢迎一下 谢谢给我们这个采访的机会 那这会儿还加班呢 我们现在修改去海南会议上的一个报告 PPT 我们的深空探测大致的分哪几部分 您这次在会上是不是也会给大家介绍 我们未来10到15年做这个规划 大概主要是分成四部分 深空探测一个是月球探测 第二块就是我们的小行星探测 火撞击 第三块是我们的行星探测 第四大块呢就是我们的发售中型运载火箭 要把我们现在火箭推力提高四倍左右 为我们未来载人登陆火星 登陆月球以及近地空间大批量的运输做好准备 这月球探测这是我们的四七工程了 四七工程就是长俄七号长俄八号 在月球上构建一个月球科研这样的基本型 这基本型就是有着陆器 还有月球车飞跃器 轨道上还有轨道器 所以是在那里观察 然后呢这种飞跃器要从月球这上面起飞 起飞过后呢也飞到冬眼里面去 飞到冬眼里去过后呢 在那个地方找水 看有没有水 它可以多次起飞 你看我们这个时候捉入去的太阳翼 现在我们是太阳翻版 都是这样平放 以后不是这样了 你看我们以后演这种新的太阳翼 有点像是 太阳翻版 像一把伞一样 太阳伞 对对对对 很形象 国际月球科研站呢 就是也有塔尾基础 然后其他国家的一些航天器在上面去 我们共同在月球南极 这边有一块小地方 构建一个科研站 因为月球南极有个好处 月球背面实在是看不着的 太阳光又照不着怎么办呢 天文学家推算 月球南极可能有连续180天 出于极昼 另外180天是极夜 因此这样的话 它说至少有点光照 虽然光照不足 一下80度到零下100度左右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人或机械还是可以长时间可以扛下去的 所以我们要选在南极建科研站 所以你看我们都是要选在南极 我们国家是第一个提出在月球南极树科研站的国家 我看您那还有一个这个不像是地球仪 这是月球鱼 鱼海 嫦娥3号就是降落在鱼海的 对 有 有 有 然后嫦娥5号是在哪儿 嫦娥5号是在这一带 也是在迟到这附近不远 然后嫦娥4号是人类首次降落在月球的背面 我有个比喻 这一面降落相当于我们在花北平原 在花北平原 这个平地比较多 背面降落呢 因为它石头 坑运势坑很多 山也比较多 所以背面降落呢 我们说难度大的什么 相当于在四川 在四川山区 所以山区要找块平地很困难 这确实 那我们就对你降落这个地点选择 提出了要求降落精度 降落的安全性 都提出了要求你不能翻车 对 所以难度很大 月球科研基地间的南极 这一带 就是89度了 这叫这一带 这里面可能会有水 那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说我们的探月工程究竟进行到了哪一步 我们国家探月工程是2004年开始 当初规划的绕月 挪月和彩阳返回 这现在基本都完成了 昌博6号的话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划入到四七后面了 或昌博7号 昌博8号 所以建科研站 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前面三大步已经完成了 现在下面我们的市是四七了 四七工程 以后可能还有五七工程 还有六七工程 那就是后面的事了 这就是未来的月球科研站 对 这是大家都特别好奇的 您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 昌博7号 昌博8号 以及后续的一些国家参与的 我们组成一个 我们先组成一个国际科研站的基本型 在这基础上扩展成一个国际月球科研站 它会分成哪几个部分呢 比如说 首先安全着陆 另外又行走的 行走的月球车 你看现在我们昌博3号 昌博4号都释放了月球车 但是我们车子很小 120公斤 以后这个车子要比现在大了 因为我们火箭推力也大了 而且呢 也会说做人的 因为美国人现在搞了个月球车 它里面两个人 一个人开车 一个人休息 还有家床 还有卫生间 那是房车 对 这是行走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你还有那个能源工具 比如我们现在正在研制新的能源系统 是吧 能够把核能用在上面去 那就只可以长时间 大功率地解决能源问题 那么还有通信设施 您看上面 还有网站 这个就是 对 要实现我地面之间通信以后 比如我和火星通信 和其他行星通信中转呢 月球以后还会成为我们地球 跟火星之间通信的中继站 对 这是无人部分 那么以后你肯定月球人 还有人呢 那短时间上去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来 回来过后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上去 大概是主要组成这几部分 能源问题 交通问题 通信问题 再就是人的生命保障系统 也就是说月球是我们深空探测的前沿基地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中转 所以有人说 以后从月球起飞 飞往火星 飞往其他星球 它就省时省力了 如果从月球上起飞 那就难度就小多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建成这样的月球科研站 十年之内 应该有希望 十年之内就能够建成 十年之内建成的是有人还是没人的 我们宇航员 希望在十年之内能够上月球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再人登月 应该也是十年以内的事 对 而建这个科研基地 应该是在再人登月之前 对 我们就二零二八年左右嘛 我们就基本上就建起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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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